2018年10月3日,中国足坛著名主持人,刘建宏,发表了一条微博,在文中他如此写道,足协应该大胆点,再大胆点,更宏伟的设想应该是,停掉中超联赛, 组建五支国家队,分别参加英超、德甲、西甲、法甲、一甲,其他球员都下放到基层,发展草根足球,同意的举手,面对刘建宏这项提议,许多国足球迷也纷纷发表了看法,建宏老师黑得漂亮,刘建宏的建议非常好,中国足协完全可以执行,投资人应该全部退出,让中国足球回到体工队时代, 第二个赛季国字号球队纷纷降级到英冠,德义、西义、法义、义义,真不是抬杠,就算人家同意,一个赛季后国字号球队基本都得降级,文章的最后,小编希望中国足协可以三思而后行,不要破坏中超来之不易的繁荣环境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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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